你好 生命电视与你一同享受付出 珍爱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山霄的世界 山霄长相怪异 身长仅七八十公分 头却占了三分之一 一张大脸上布满了各种色彩 眉骨高突 两眼漆黑深陷 确实很像传说中的鬼脸 山霄是一种以血缘为联系的群居性动物 动物园在非常多年前 引进了一雄一雌两只山霄 如今已发展到有大大小小老老少少 变成一个繁荣喧嚣的山霄大家庭 山霄们在假山上追逐稀闹 或在水池边饮水休息 但是在一个角落里 有一只雌山霄静静地坐在那里 它脸上斑驳的色块 已经变成一片模糊的暗褐色 难怪在过去大家都称它们叫山鬼呢 你们看 它们的脸就像鬼脸啊 看它们脸上的那些颜色 看习惯了也蛮漂亮的 妈妈你看 那只山霄的脸没有色彩啊 是啊 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是因为它的年纪太大了 哦 年纪太大了 这么说它是一只老山霄了 没错 我给它取名叫做老祖宗 因为它是动物园里最早的一只山霄 其余的山霄不是它的儿子 就是它孙子 甚至是曾孙子 这么说这里所有的山霄 都是它的孩子啊 没错 的确是这样的 老祖宗这个名字 对它来说再贴切不过了 这么说 它应该在这山霄群里 有很高的威望吧 对呀 像它这样儿孙绕息 四代同堂 若是在我们人类社会 那一定是坐享天伦之乐 生活幸福美满 可惜山霄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不一样哦 不一样 那山霄的世界是怎样的呢 一会儿我就要去给它们喂食了 你们看了以后就知道的 开饭了 当饲养员将食物端了进来 山霄们便一涌而上 把食盆挤得水泄不通 让开 给我个位置 快走开 这里已经没有空间了 不要再挤进来了 宝贝 饿坏了吧 赶快吃吧 很好吃的哦 山霄老祖宗被挤在食盆外 他无奈地看着众儿孙 争抢着食物 这时候 一块玉米从山霄群里滚了出来 山霄老祖宗一下子看到了 有玉米可以吃 山霄老祖宗急忙跑过去把玉米捡了起来 这时候一只年轻的山霄跑了过来 他一把将老祖宗手里的食物夺走 这块玉米是我先发现的 老家伙不准跟我抢 说着 他捧着玉米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山霄老祖宗只能可怜兮兮地看着众山霄吃饱后纷纷散去 才缓缓地来到食盆旁 此时食盆里只剩下一些残渣 老祖宗来到食盆旁 然后捡起那些残渣吃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也太不像话了 论起辈分来 老祖宗可以算是那只山霄的奶奶了 孙子欺负奶奶 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可不是吗 那些成年的山霄 竟然也都不站出来 管一管这只满恨不讲理的小子 如果这些家伙有孝心的话 也不至于让老祖宗吃剩饭 你说的有道理 山霄的世界和我们人类有所不同 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亲情 宝贝 你吃饱了吗 嗯 妈妈 我吃饱了 你看 我这里还有一块玉米呢 那赶快吃了它吧 妈妈 我已经吃饱了 等一会儿饿了再吃吧 好吧 吃饱了就在妈妈怀里休息休息 妈妈给你挠痒痒 太棒了 能挠痒痒了 好舒服啊 真是太爽快了 你说的并不完全对 看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也像人类一样疼爱的 妈妈 你能像山霄妈妈抱小山霄那样抱着我吗 我的怪爱子 你是不是还想像小山霄那样 让妈妈 让妈妈给你挠痒痒 看来他们爱子的情感和人类是相同的 只是对于长辈却不像人类那样 其实我们人类何尝不是这样啊 有多少人能做到爱母如爱子一般呢 山霄老祖宗可怜兮兮的看着年轻的山霄们 相互聚在一起的样子显得十分羡慕 这时候 山霄老祖宗的目光 看到了被雌山霄抱着的小山霄 山霄老祖宗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年轻时候的情形 好舒畅啊 真是太舒服了 女儿 那等我老了以后 你也能帮妈妈挠痒痒吗 当然了 妈妈 等我长大了也会抱着你给你挠痒痒的 女儿真乖 拿来 你这个老家伙竟然抢小孩子的食物 你还有没有羞耻心啊 我没有抢啊 是 都拿到手里了 还说没抢 真是以老卖老 谎话成偏 你年纪那么大了 就一个人悄悄的在角落里生活就好了 不要再出来捣乱 捣乱 我没有捣乱呢 这时候 小山霄将妈妈手里的那块小玉米拿了过来 然后从妈妈的怀里跳了下来 宝贝 你要做什么 老奶奶 这个玉米给你吃吧 谢谢你 宝贝 你干嘛要将自己的食物给她啊 妈妈 她不是奶奶的妈妈吗 是的 你奶奶的妈妈 她真是太老了 她太老了 或许是因为老祖宗的年纪实在太大了 所以才会让那些年轻的山霄都排斥她 这天傍晚 天上下起了大雨 甲山狭小的石洞里挤满了山霄 站在最外面的老祖宗滴滴水盐仅几公分 再往外跨半步就临到雨了 而她战战兢兢 瑟瑟缩缩地站在那里 雨水被风吹得幻见石洞里 老祖宗位置不好 手当其骇 雨水淋湿了她的全身 冷得她寒冷发抖 好冷啊 真是太冷了 喂 老东姐 不要挤了 里面已经没地方了 离我远点 你挤到我了 听到没 下着雨 你怎么也跑出来呢 今天的雨下得挺大 我担心这些山霄会遇到麻烦 所以特意来看看 遇到麻烦 他们会遇到什么麻烦呢 你看 因为大雨的缘故 那个水池已经满了 怕可是不浅的 如果山霄掉进去可就糟了 你想太多了 这么大的雨 那些山霄怎么可能从洞里跑出来 掉进水石里呢 那只老祖宗实在太可怜了 怕含辛茹苦把一帮儿女养大 结果在年老体衰的时候 不仅得不到敬重与爱戴 反而受到了欺凌 真是太过分了 好了 别说了 雨越来越大了 我们赶快回屋子里吧 雨越下越大 假山下水池里的水已经开始涌到外面 妈妈 我要尿尿 哎呦 赶快带去洞口尿 如果尿在洞穴里面的话 味道就太难闻了 没错 赶快让它出去 可别尿在这里 再添加一股尿骚味 让一让 大家让一下 让我过去 别挤了 你这么大挤不过去的 就让你的孩子自己到洞口尿就好了 妈妈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在这里等我 说着 小山霄从众山霄身边缓缓地朝洞口走去 当它挪到洞口时却发现 老祖宗正浑身湿漉漉地坐在那里 哎呦 小家伙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赶快回去吧 这里会淋到雨的 我憋不住了 我要尿尿 原来是这样啊 来 小家伙 赶快尿吧 别憋坏了 说着 它让开了一个地方 让小山霄来到洞口边缓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小山霄脚底一滑 摔了出去 直接落进了 假山下那个深深的水池里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呦 哎呦 不好了 那只尿尿的小山霄 掉进下面的水池里了 什么 我的孩子掉进水池里了 我得去救他 孩子不要怕 我来救你 谢谢你 你为什么不顾自己的安危 而要救我呢 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这种举动 不只会发生在山霄这种族群里的 其他动物遇到危难时 也是会不顾自己性命 来拯救自己的孩子 莫忘父母养育恩 但愿孝母如爱儿 老虎女儿 阿伯家在山林里有一大片香蕉园 每当香蕉快要成熟的时候 他总是会到那里的小木屋居住 阿伯 你又来这里看护你的香蕉园啊 是啊 香蕉马上就要收成了 这个时候可不能出差错啊 阿伯 难道你还担心有人来偷香蕉吗 平日里村子里的人都那么照顾我 他们怎么会来偷我的香蕉呢 我是担心丛林里的那些野猪 野象 他们一旦闯入我的香蕉园 那可就糟糕了 阿伯 不管是野猪还是野象 他们闯进来后 你有办法将他们赶走吗 只要这里有人守着 那些动物要闯入都是有些顾虑的 你说的也对 阿伯 你一个人在这里可要小心一点 放心吧 我带着刀防身呢 守护香蕉园的阿伯 每天会带着刀在园子周围巡视着 然而这一天 他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响 从香蕉园里的灌木丛中传来 是什么东西在那里呢 哎呀 这是什么 这是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老虎啊 天哪 它怎么会在这里呢 这只小老虎像一只小猫似的轻声哼叫了一下 阿伯见后 双手将其捧了起来 小老虎似乎感觉到了安全 它竟然蜷缩在阿伯的手掌中 轻轻地打起了呼噜 这个小家伙倒是不切生啊 阿伯将这只幼虎带到了自己的小木屋 当小猫一样养了起来 可是幼虎都有三个月左右的哺乳棋 为了让小老虎吃到奶 阿伯向一位村民借来了一只哺乳棋的母羊 阿伯 你借我家的这只母羊 究竟要做什么呢 来 阿通跟我到屋子里看看就明白了 阿伯 你究竟在卖什么棺子呀 你只要进来看一眼就全明白了 哎呀 这是只小老虎呀 好眼力 竟然一下子就认出这是只小老虎来 说真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只猫呢 别忘了 我家以前也是以狩猎为生的 虽然我现在养羊了 但小时候也跟父亲一起上山打过链 对了阿伯 你这是从哪里抓来的呢 在我的香蕉园里捡来的 它太小了 没有奶吃的话一定会死掉的 所以才借来你家那只哺乳的母羊 阿伯 你的意思不会是要养着这只小老虎吧 是啊 它这么小 如果不养着的话肯定会死掉的 啊 阿伯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难道你就不怕它的妈妈找上门来吗 你难道没有听说镇上的狩猎队刚刚在我们这里捕抓到一只老虎 我想被抓的那只老虎就是它妈妈 否则这只小老虎怎么会独自出现在山林里呢 你说的有道理 我也听说了 被抓的那只老虎刚刚生产完 据说狩猎队还在山林里寻找小老虎的踪迹呢 就是嘛 这只小老虎是孤儿了 很可怜的 阿伯 我看你还是把它卖给狩猎队吧 那样还能换点钱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 它这么小 如果卖给狩猎队后 那今后不是被关进动物园 就是送进马戏团 一辈子都没有自由 那难道你想要养着它吗 我正有此想法呢 所以才让你带这只母羊来 阿伯 你不会是想让这只小老虎吃羊奶吧 没错 就是这样的 阿伯 你别开玩笑了 羊怎么能给老虎喂奶啊 这会吓破它的胆 怎么可能 它现在就像只小猫一样 来 我们去试一试 说着 它抱着小老虎走出了屋子 然后朝那只母羊走去 然而 那只母羊一看到小老虎 便露出畏惧的神态 然后惊恐万分的 咪咪哀叫着 浑身抖个不停 它这是怎么了 叫的声音简直就像是即将要被宰杀一般 它这是嗅到了老虎的气息 要知道老虎可是百兽之王 弱小的羊 嗅到百兽之王的气息 能不害怕吗 可是它还是一只小老虎 如果这只羊胆子大一点的话 它可以用羊蹄踢它的 你看 这个小家伙根本伤害不了你 你害怕什么 然而 那只母羊却显得更加惊慌 它拼命地挣扎着 并发出阵阵的哀嚎 你看到了吧 羊根本不可能给老虎喂奶 哪怕它只是一只小老虎 看来真的是这样啊 当然了 现在我可以将母羊带走了吧 你也该放弃了 放弃 怎么可能 你的那只母羊就先借我三个月吧 你还想让母羊 喂小老虎奶吃吗 嗯 没错 刚才你不是看到了吗 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母羊没办法给它喂奶 但是我可以挤奶喂它 好吧 既然你下定决心 要养这只小老虎 那就借你好了 不过 可不能让你的小老虎 伤害到它哦 放心好了 它不会有事的 到时候 我一定会完好无缺还给你的 就这样 阿伯充当起了奶妈的角色 他找来一只奶瓶 接了养奶后 便像喂婴儿一样喂小老虎 在阿伯的悉心照料下 小老虎很快便长得像一只狗那么大了 阿伯 你真厉害啊 小老虎 居然让你养得这么大了 是啊 所以我才请你来把那只母羊牵回去 它该断奶了 而且我还怕这个调皮的家伙伤到母羊呢 断奶后你打算怎么办 还继续养它吗 当然了 别看它是个老虎 其实它蛮可爱的 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我看也是 你已经把它当成了你的亲人 可是你别忘了 它可是一只老虎 随着它一天天长大 总有一天它会恢复兽性的 所以还趁早给它找个归宿吧 你说的对 它断奶以后 我会慢慢带它进入山林去适应那里的生活 毕竟那里才是它的家 小老虎断奶后 阿伯便开始带它进入山林 让其熟悉山林里的生活 渐渐的 它经常会丢下阿伯独自跑到山林深处 不愧是森林之王 一来到这里 它就兴奋了起来 看来过不了多久 就能独自在此地生活了 突然 小老虎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它飞快地朝山林深处跑去 很快便消失在了树丛中 怎么回事 它这是发现什么了吗 可千万别伤到人哪 不行 我还是要去看看 跑到哪里去了 原来在那里 我倒要看看那个家伙究竟在做什么 然而 当阿伯穿过树丛 朝生小那里看来 这一看 吓得它连大气也不敢喘了 原来一群大象 正在忙忙碌碌碌的 喂一头正在分娩的母象助产 大象的繁殖率不高 因此 它们格外重视小象的诞生 担当警戒任务的公象 比平时要凶很多 严密防范着 嗜血成性的肉食猛兽 闻到血腥味后 跑来伤害新生乳象 一定要小心 可千万不能被它们发现 那些守卫的野象 可不是好惹的 阿伯倒退的时候 一不小心 被草丛里的一根树藤绊倒了 他哀诱一声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此时 那几头守护的公象 听到声响后一惊 然后纷纷大叫着 朝阿伯这里跑来 不好 惊动象群了 我这两条腿 怎么可能跑得过四条腿啊 得赶快想个办法才行 太好了 有救了 说着 他急忙朝椰子树那里跑去 然后一纵身 便爬了上去 很快 大象们便追到了树下 他们前肢腾空 后肢站立 用长鼻子 去勾阿伯的脚 阿伯惊慌地 快速往树上爬去 很快 他便爬到了树顶 终于脱险了 幸亏大象不会爬树 天哪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难道今天是铁了心 想要我的命吗 救命啊 救命啊 阿伯的呼喊声 将在山林里玩耍的小老虎 给引了过来 他发现阿伯被四头大象 围困在椰子树上时 便飞快地冲了过来 阿伯原以为 小老虎的出现 会将大象吓跑 可令他意外的是 那四只大象 不但没有逃跑 反倒竖起长笔 摆出一副 准备攻击的架势 天哪 这群大象 竟然连老虎都不怕了 他们是要誓死保护 那头分娩的母象啊 和四只大象对抗的话 小老虎根本没有太大的胜算啊 然而 小老虎面对四只大象 却丝毫不害怕 他大吼一声 朝其扑了过去 一只大象甩着长鼻子 朝小老虎抽去 小老虎一下子被抽倒在地 小心他们的鼻子 不管你是百兽之王还是什么 今天谁都别想靠近这里 这几个大家伙可真不好对付啊 说着 他再一次朝大象冲了过去 而那四只大象也朝他冲了过来 即便是成年的猛虎 也难以战胜四头大象 更何况他还尚未成年 没几回合 小老虎便被那四头大象 逼得节节后退 他这是要做什么 我知道了 这个家伙够聪明的 这一招叫唯唯就招啊 不好 他朝产房那里跑去了 拦住他 不能让他接近产房 快跑 阿伯 从那以后 你的老虎女儿就再也没有回来吗 是的 莫非他已经被向寻 不 我知道他没事的 他只是长大了 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山林而已 你听到了吗 他经常会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 他现在生活得非常好的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哦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特为病苦众生起见21日药师法会 供送药师经持药师咒 每日点灯、供水、药供及甘露诗时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4月15日起至5月5日止 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余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台南分会 成真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 恰寻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6或062716612 恰寻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配戴口罩 两体温 永大陆二段345号 愿我乃至神圣事实中 活得具足气得至善去 愿我乃至神圣事实中 愿我乃至神圣事实中 愿我能顶上师身欢喜 一日日夜夜之中心蒸发 愿我无法好修进花衣 笔声越过三有之大海 愿我能为众生穿鸟发 成般踏离 无有眼间心 愿我能依 五篇大誓言 凌珠有情一同成真倦 我能为众生穿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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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 获得居住气得之善去 愿我出生力寄予蒸发去 有如理羞耻之自由 愿我能为众生穿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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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般塔里 无有厌倦兮 愿莫难以 无偏大誓约 领终有情亦同城正绝 航世之颂 自流发愿望 福德功德 无量等许空 等许空 得上一个消毒 用类的火烟 有料到锅里面 放在烟尖 放在烟尖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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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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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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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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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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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